王一博新剧片花放不停,演技提升好多,评论区的画风很有趣。 王一博的新剧《长风破浪》这两天持续放出幕后花絮,让我们提前感受到了这部剧的精彩。 王一博的个人拍摄花絮更是一天更新一两个,看得好过瘾,让网友对这部剧的期待值拉满。 这次是王一博阔别电视剧多年后,再度回归的一部作品,很多人通过接连不断放出的花絮中,发现王一博的演技提升很多,很自然的表现,同时对于角色的理解和把控越来越有自己的节奏。 剧中未若来这个角色,很有年代感,作为一个金融职场的小白,王一博抓住了人物的精髓所在,把这个角色该有的懵懂到成熟的变化,刻画得入目三分。 这部剧目前得到的消息是三月底,在央视八套黄金档上映,每日更新两集,王一博作为主演的作品。 这部剧的收视率很大程度会有一个不错的成绩,毕竟这是王一博的作品,人气和热度目前看已经开始飙升,基本是让不少人都关注到了。 目前这部剧放出的花絮中,大部分都集中的王一博饰演的魏若来,能文能武的一个小会计,成长为金融大鳄的过程,这种具有成长线的故事,自然是吸引人的。 不过在花絮中,我们看到了王一博在剧中还玩枪的镜头,看完之后一个字感叹道,耍帅孩的看王一博,中分头,西装革履,细长的手指,玩转手枪的动作,咋就这么招人喜欢呢? 原本以为网友跟我们的想法一致,结果是我们想多了,人家说王一博顽强不过如此,本人就已经帅到了,这个对于王一博而言轻而易举,运动少年,做什么都是帅的,不足为奇,说得貌似很在理,光看这张脸就已经可以了,再配合动作,随便移动,都是帅到骨子里的。 好了,在放出的花絮中,还有一幕就是王一博饰演的魏若来,在拍摄兽形的一段片花,看到满身是血,支离破碎的衣服,导演和王一博在探讨细节,对于角色的情绪的表达,我们发现王一博很有自己的态度,根据情景尝试各种的动作。 不过,万万没想到,网友居然关心的不是王一博受刑的过程,而是集中在了衣服和裤子上,整个评论区都被这股画风给带偏了,试问一句,你们的小心思要不要这么赤裸裸? 哎呀,小肥妖都经不住这群摩托大军的脑洞,流言区,什么衣服撕得不够多,应该再撕大一些,自己脱掉才有效果,工作人员干嘛捡衣服啊,捡裤子才对。 甚至有人说,这裤子是什么牌子的,怎么可以这么结实,撕不破的吗? 衬衫撕得不够力度,露出腹肌才有看点。 我这下发现了,人家不在乎拍摄的内容是什么,在乎的是王一博的身子罢了,这群摩托大军们,能否控制一下你们的小心思,别这么直白,保持矜持点,不能让王一博知道,下次没得看了。 我是小肥妖,吹捧王一博从不来虚的,好作品就需要多多安利一下,王一博的演技提升不少,各位画风请保持淡定,孩子要面子的,看他现在的穿着,跟我们可见外了呢? 提外话,这部剧对于王一博而言,是很重要的,都知道他的作品热度高,有不少人说王一博显然已经完成飞升,回过头来拍电视剧有点看不懂,说一下,王一博不会局限于一面,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,他是演员,各种的尝试,拓宽的是细路,提升的是演技。 目前王一博还在拍摄人鱼,后续还会继续拍摄电影作品,小肥妖感谢各位的一路支持,分享王一博的好消息,让我们一路开开心心走花路。 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播报。 在本期的节目中,我们将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探索和惊喜的世界。 首先,让我们谈谈王一博。 最近,他的新剧片花一直在持续放送,引起了广泛的关注。 观众们纷纷称赞他的演技有了明显的提升,而评论区更是涌现出各种有趣的讨论和画风。 王一博的表现让人不禁好奇,这次他又将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? 而肖战也不甘示弱,他在近期的一次采访中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, 那梦境中的清澈少年,你究竟想表达什么? 这个问题引发了大家对他即将发表的作品的猜测和期待。 让我们一起期待着,看看这些优秀艺人们将为我们呈现出怎样的精彩表演和故事吧。 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,待您发现更多精彩。 肖战,那梦境中的清澈少年,你究竟想表达什么? 在互联网的喧嚣中,肖战又一次引发了粉丝们的狂热关注。 他发布的一条消息和一组图片,不仅让人眼前一亮, 更是引发了广大粉丝的热烈讨论和无限遐想。 这组图片中,肖战身着一套印花西装,内搭白色衬衫,端坐在红色的沙发上。 他的眼神深邃,一只手轻轻拖住下巴,仿佛在思考人生, 另一只手则夹着一支香烟,烟雾缭绕间,透出一股不羁的韵味。 整个画面充满了故事感,让人不禁想要探究他内心的世界。 那么,肖战此时的内心想法是什么呢? 或许,他正在回忆自己加入X9少年团的点点滴滴, 那些与队友们一起奋斗,一起成长的日子, 或许,他正在想象自己未来的道路, 那个充满无限可能和挑战的未来。 无论是哪种想法,都透露出他对音乐和梦想的执着追求。 从穿着上看,肖战这次的打扮既不失优雅, 又透露出一种不羁的个性。 印花西装和白色衬衫的搭配, 既符合他一贯的清新形象, 又展现了他成熟稳重的一面。 而手中的香烟,则像是一种隐喻, 代表着他内心深处的坚持和执着。 那么,肖战想通过这组图片表达什么呢? 或许,他想要告诉粉丝们, 自己一直在努力,一直在成长, 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, 或许,他想要表达自己对音乐事业的热爱和坚持, 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和挑战, 都不会放弃自己的梦想。 站在粉丝的角度上, 我们不禁要为肖战点赞。 他不仅拥有出色的外貌和才华, 更有着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。 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dayday的精神, 不断挑战自我,勇往直前。 他的每一次表演都让人眼前一亮, 每一次进步都让人为之欣喜。 最近,关于肖战的消息也是层出不穷。 他在音乐和影视方面都有着不俗的表现, 不仅推出了多首热门歌曲, 还参演了多部受欢迎的影视作品。 他的每一次亮相都引发了 粉丝们的狂热追捧和媒体的广泛关注。 肖战,这个清澈梦境中的少年, 用他的才华和努力, 书写着自己的精彩人生。 他不仅仅是一个偶像, 更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和追随的榜样。 在未来的日子里, 相信他会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惊喜和感动。 最后, 让我们期待肖站在未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, 成为更加出色的自己。 同时, 也希望每一个粉丝都能够像肖战一样, 勇敢地追逐自己的梦想, 活出自己的精彩人生。 图片为网络转载, 内容为原创, 严禁抄袭。 感谢您阅读酸汤圆娱乐的文章。 如果您喜欢我的作品, 请继续关注我, 我会为您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。 同时, 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意见, 也请随时与我联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